你也许见过上百名蜘蛛侠纵横宇宙 但是你可曾见过数百万名蜘蛛侠同况出镜 这便是很多观众呼声很高的蜘蛛侠经典故事 蜘蛛岛 在故事开始前让我们再度简单了解一下前因后果 高中生彼得帕克 被一只蜘蛛咬伤后获得了蜘蛛能力 自此之后你的友好邻居蜘蛛侠横空出世 他经历了本叔叔的死和格温之死开始成长 经过许多苦难后和知道自己身份的玛丽姐结婚 但是在大事件内战的剧情里蜘蛛侠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导致反派知道彼得帕克就是蜘蛛侠并展开报复 为了拯救冰死的梅伊 彼得帕克被迫与莫菲斯托做交易 以自己和玛丽姐的爱情以及为出生的女儿为代价 来换取梅伊的身体健康和自己的生活恢复正常 因此彼得帕克和玛丽姐成为了爱而不得的前任男女朋友 再后来叮叮光光经历了许多非常复杂的大事件 号角日报的老板詹姆斯已经成为了纽约市的新任市长 同时詹姆斯的老父亲杰伊还娶了梅伊做老婆 因此某种角度上来说詹姆斯和彼得帕克算半个兄弟 现在蜘蛛侠加入了两个不同的复仇者队伍和未来基金会 他也从号角日报的摄影师变成了地平线实验室的科学家 同时彼得帕克还和名为凯莉的女警官成为了男女朋友 彼得帕克的生活似乎正在逐渐变得越来越好 但潜藏的危险也在阴暗的角落快速发生 拿好糖炒粒子蛋挞铁板鱿鱼干炒牛和胶炎大侠 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又是和和气气纽约市的平常一天 蜘蛛侠正在一边当猪丝一边胡思乱想 两个小毛贼刚抢完钱冲出商店准备逃命 却不料蜘蛛侠立即从天而降踩倒拿着包的罪犯 另一名罪犯刚举起枪就被猪丝缠绕了整个手 紧接着蜘蛛侠用力一甩把小贼像溜溜球一样丢出去 等毛贼被甩回来后再用力一拳将其打晕过去 等警察赶到的时候蜘蛛侠已经把罪犯绑起来了 就连警察都忍不住夸赞蜘蛛侠干得漂亮 老板表示蜘蛛侠真乃神人眼 老板还请蜘蛛侠喝饮料来表达感谢 紧接着蜘蛛侠接到另一则消息立即离开这里 所有人都有善地对蜘蛛侠说再见 唯独老板的女儿还在生气地怒揣小毛贼 虽然此时的蜘蛛侠仍旧可以飞檐走壁实力超去 但其实现在的他已经失去了蜘蛛感应 现在的蜘蛛侠已经无法对危险产生预知 视角来到另一边 重力侠和火焰星以及蜘蛛女被打倒 而打倒他们的人正是蜘蛛侠的老对手水人 正在水人嚣张的时候蜘蛛侠姍姍来迟 水人二话不说立即水炮出击把你贷款十年满了车打飞 蜘蛛侠对付水人可谓是经验十足 他立即发射出一个圆形小蜘蛛 被小蜘蛛射中的水人顿时觉得不对劲 结果下一秒水人就被小蜘蛛冻成了一大坨冰袍 蜘蛛侠轻松搞定水人后马上就要匆忙离开 只留重力侠等人在这里目瞪口呆地收拾站票 视角来到地平线实验室 蜘蛛侠此时在往通风管道里面钻 只见他进入建筑后蜘蛛站一开始变换外观 很快蜘蛛站一变成黑色长袖内衬 他在套上一件蓝色外套进行掩盖 蜘蛛侠之所以这么匆忙离开 是因为彼得帕克上班差点就迟到了 现在的彼得帕克在地平线实验室上班 比起在号角日报卖照片赚取微薄薪水 在这里既能赚钱 还能光明正大为蜘蛛侠制造装备 这时候彼得接到女友凯莉打来的电话 凯莉警官表示自己正在处理一起抢劫案 这两个毛贼正是刚才蜘蛛侠抓住的那两个 而凯莉警官并不知道自己的男朋友彼得帕克就是蜘蛛侠 他心事重重 表示有事想和他谈一谈 就在这时候一名毛贼居然能挣脱蛛丝逃跑 他仿佛重获新生一般大喊自己自由了 紧接着就被凯莉警官一拳打晕过去 警员们惊讶于小毛贼能挣脱蜘蛛侠的蛛丝 也惊讶于凯莉警官的拳头威力居然这么大 彼得和凯莉约好回家后再继续谈一谈 他走在街上回忆凯莉说的那番话 竟然完全没有发现一辆校车差点撞到自己 彼得被吓坏了 平时他根本就不会看了 因为他都是靠蜘蛛感应来避让一切危险的 救回彼得的人是期待恶鬼费尔和诺拉 他立即表示感谢 在闲聊的时候 诺拉表示现在到处都是蜘蛛侠的新闻 原本彼得以为只是自己最近出现太平反 但诺拉表示蜘蛛侠居然在一个时间出现在三个地点 彼得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只好闲聊两句后匆忙道别 但是转念一想 彼得认为可能是毒液特工在冒充蜘蛛侠 过了一会后蜘蛛侠出现在未来基金会 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要把孩子们送到亚特兰蒂斯玩几天 此时的蜘蛛侠已经穿上了纯白黑纹的未来基金会战衣 这时候蜘蛛侠又接到一个玛丽姐的电话 石头人十分八卦地问彼得和玛丽姐的感情情况 但很不幸的是玛丽姐和彼得帕克早就分手了 如今他们只是因为太多藕断四连而仍有联系吧 玛丽姐还让彼得多关心一下前女友贝蒂 因为贝蒂的线男友闪电汤普森不在家 闪电汤普森也就是毒液特工 此时的他正在AIM组织内执行任务 在解决完敌人之后毒液特工任务结束 担心女友的他立即打了一通电话给贝蒂 此时因身体问题而身处医院的贝蒂接通电话 闪电问他身体如何 要好好休息啊 想不到贝蒂表示自己作为专业的新闻工作者 永远活跃于可以揭发大新闻的一线战场 例如现在的医院已经人满为患 似乎有一种传染病毒在人群当中快速传播 一时之间不明真相的病人都挤在了医院中 对新闻由敏锐嗅觉的贝蒂决定留在医院 闪电和贝蒂结束通话 同时彼得和玛丽简也结束通话 但是石头人仍旧十分八卦地问着各种问题 各位可能有所不知 英雄们也是会忙里偷闲的 此时的复仇者们正在进行精彩刺激的扑克牌大战 如果英雄可以一直这么闲 那岂不是意味着世界太平 玩了一会后彼得谨慎的小钱钱输光离场 他来到上汽的道场之内学习武术 而上汽给他安排的实战对手是大名鼎鼎的蜘蛛夫人 俩人叮光叮光一顿乱打剑招拆招 十几个回合打下来居然不分胜负 打完后彼得已经气喘吁吁 但蜘蛛夫人却十分淡定 同时他表示蜘蛛侠将要面对一场大危机 蜘蛛夫人不愿细说这场危机到底是什么 但他知道蜘蛛侠彼得帕克一定可以拯救遗弃 而代价是会有人死在这场阴谋里 彼得对于蜘蛛夫人这番言论感到不满意 因为他作为蜘蛛侠坚决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死去 说完后十分不开心的彼得快速离去 今天乱七八糟的事情真的够烦人了 彼得一路荡蛛丝一边吐槽蜘蛛夫人 而失去蜘蛛感应的他完全没发现自己身后有人 等他似乎感觉到什么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 彼得没有在意 以为是自己想多了 但实际上真的有一名像急了蜘蛛侠的人躲在脚拨 忙了一天乱七八糟事情的彼得终于回家了 他打开房间的门后立即被吓到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女朋友凯莉警官居然在房间里 彼得知道凯莉是有话想要和他说 但他今天太累了 希望可以明天再聊 视角来到一处秘密基地 克隆狂魔狐狼和狼珠缓缓走了进来 这个实验室内有四名长得一模一样的科学家 狐狼这次来是为了见一位神秘女士 只见神秘女士伸出鲜柔的小手说道 我为你带来了一个好玩的东西 狐狼看着被装在仪器内的健壮男人感到兴奋 这可是比比德帕克还好的实验品 这位神秘女士要让狐狼对这名男子进行实验 只要能够成功 那么她的计划也将成功 狐狼一听立即没了顾虑决定动手 紧接着狐狼启动了仪器对男子进行科学实验 仪器内男子发出惨叫声 紧接着她的面容开始逐渐变得猙獰 身体肌肉也开始发生变异 四根爪子也从男子的后背长了出来 男子彻底变异成了怪物 此时还保持有意思意识的他大喊 你们对我干了什么 暴怒的怪物冲出来杀意暗然 狐狼赶紧派出狼珠前去应战 这时候神秘女士倾起红唇说道 臣服于我 下一秒这个怪物就立即乖乖跪下 很显然狐狼的实验真的成功了 神秘女士表示现在她的计划已经开始了 再过不久整座岛城曼哈顿都将成为她的领土 而曼哈顿的所有人都将在不久后成为她的子 此时此刻和和气气的纽约曼哈顿夜晚 城市上有大量的平民正在当猪丝 他们就在不久前都获得了类似蜘蛛侠的蜘蛛能力 但他们不知道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降临 视角回到彼得帕克的公寓内 彼得帕克亲眼目睹自己的女友凯莉警官直接飞身倒挂在房顶 这一幕直接吓傻了彼得 彼得惊讶于女友凯莉忽然获得的蜘蛛能力 在这一瞬间她把自己和凯莉做过的所有亲密事都想一遍 并觉得绝对是自己的超能力传染给了凯莉 凯莉在获得蜘蛛能力后立即迫不及待和彼得帕克分享 现在的凯莉除了可以爬墙外还有强大力量 甚至并不大块的肌肉却硬的和石头一样 正说着凯莉立即兴奋的单手举起彼得 但彼得并不高兴 她只担心这会害了凯莉 所以她想治好凯莉体内的蜘蛛能力 但凯莉却不高兴 她觉得自己作为警官可以用好这个能力 甚至彼得可以为她造几件蜘蛛装备 例如蜘蛛追踪器蜘蛛手机 甚至给蜘蛛侠当小弟 但全都被彼得帕克拒绝了 彼得明白自己如果那么做 只是让凯莉身陷危险 所以她无情地拒绝了凯莉的一切要求 同时她也不打算将自己身为蜘蛛侠的身份告诉凯莉 在另一边的街区 上汽和蜘蛛夫人正在秘密行动 蜘蛛夫人表示自己通过预言看见了未来 接下来楼下的那一批人将汇聚在一起闹事 然后整个城市都会陷入恐慌当中 上汽一听那还得了 我要去解决他们 结果下一秒蜘蛛夫人就用猪网缠住了上汽 因为她要上汽看着这件事情发生 之间一辆高级轿车停在一群小混混面前 从上面下来的人正是狐狼和狼猪 以及那个怪物蜘蛛国王 来自不同派系的小混混齐聚一堂 他们被要求都进入一间酒吧内开个会 结果刚进入酒吧他们就开始闹事 一时之间各种小混混开始上蹿下跳 并且到处射猪丝 没错这些小混混全都是感染了蜘蛛病毒 获得了能力的人 狐狼立即派出狼猪和蜘蛛国王镇压现场 很快这些并不熟悉蜘蛛能力的小混混们全都被打趴下 等全场安静下来后 狐狼表明自己要召集那么多人的原因 正是因为在场所有人都是获得了蜘蛛能力的人 而他则是为各位带来了一份新手大礼貌 说完后狐狼一拳打烂身后的木箱子 里面装着的竟然全都是蜘蛛战衣 狐狼拿起一件蜘蛛战衣说道 我现在要你们做一件很简单的事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黄的各样都有 并且他们不是在行侠仗义 而是在烧杀抢掠 玛丽剑看到这满大街的蜘蛛侠时 整个人都吓傻 这时候他看见一名假蜘蛛侠抛起一个报刊亭 玛丽剑眼几手快冲过去救下差点被砸中的小孩 紧接着身穿生命基金会战衣的蜘蛛侠出现 玛丽剑以为是彼得帕克来了 却不料这也是一名假蜘蛛侠 就在这危机关头 石头人忽然出现并一拳打飞甲蜘蛛侠 然后看见一大群英雄从斗篷的传送们里冲出来 这场暴动已经引起了复仇者们的注意 神奇先生问玛丽剑怎么样 玛丽剑表示自己没事 可他很好奇彼得现在在哪 此时的华盛顿大桥已经被封闭 不仅如此 整个纽约市任何可以进出的地方都被封锁了 新闻说全纽约出现了一种蜘蛛病毒 被感染者会获得类似蜘蛛侠的超能力 坐在车上的凯莉和彼得通过广播听到了消息 还听到了蜘蛛感染者在城内暴动的消息 凯莉立即跑到车顶带上警徽 彼得问凯莉这是要干什么 凯莉立即从手腕射出蛛丝 紧接着他一拽蛛丝蹦起来兴奋的大喊 你们的友好邻居蜘蛛警官来了 彼得看着凯莉喊出这句话后 才明白自己平时喊这句话有多羞耻 他转身给出租车司机丢下车费 赶紧找个没有人看见的角落戴上偷偷 然后化身为友好邻居蜘蛛侠追着凯莉而去 在纽约市部指挥中心内 纽约市长詹姆斯正在指挥部署 不仅海陆空都要派遣人员镇守防止病毒传染出去 还要派出自己因意为傲的蜘蛛巡逻队去逮捕那么多蜘蛛侠 他对于自己创建了蜘蛛巡逻队这件事感到无比自豪 此时在战场上各路英雄正在手忙脚轮的战斗 几百个乱七八糟的蜘蛛侠出现 仅凭他们这几个英雄是根本打不过来的 现在他们急需大量帮手来镇压数量庞大的假蜘蛛侠 就在这时候彼得当着蛛丝赶到了战场 却不料刚说一句话就被惊奇女士一脚踹飞出去 他立即站起来表示自己是真正的蜘蛛侠 却不料石头人转身一拳把他打飞 紧接着铁拳冲过来框框给他两拳 站在屋顶目睹这一切的上妻问蜘蛛夫人 难道这一切也是你在预言中看到吗 蜘蛛夫人表示是的 命运之网不会出错 但上妻却表示我不听我不听 她一跃而下大喊蜘蛛侠是我朋友 我才不信命运之网会让她陷入绝境 上妻跳入人群中开始对付乱七八糟的假蜘蛛侠 紧接着她一路杀到了真正的蜘蛛侠的旁边 然后开始扶起受伤的彼得 鹰眼见状顿时大喊 上妻你干嘛 那是坏人 金刚王凑过去闻了闻说道 嗯 是真的蜘蛛侠 我还闻出她吃了樱桃饼干 彼得赶紧说道 嘘 我可没带够大家的粉 彼得站起来表示我也要帮你们战斗 但卢克凯奇却大声拒绝 因为现在乱七八糟的蜘蛛侠实在太多了 他们很容易就会误伤到真的蜘蛛侠 所以蜘蛛侠留在这里太爱识了 神奇先生和石头人也来劝他离开 见此情况 彼得帕克只好落寞地转身离去 彼得来到巷子里换上自己的日常服装 他对于此时自己不被复仇者需要而感到难过 火爆新闻 他一个女孩深入战场直播战狂 在他身后是赶到现场的蜘蛛巡逻队 正在为自己帮不上忙的彼得失魂落魄 这时候诺拉发现了自己的前任同事彼得 他把摄影机交给彼得 希望他能帮忙拍摄 就在彼得拍摄诺拉的时候 玛丽简刚好录过 玛丽简看到彼得后很惊讶 他不敢相信彼得居然就站在这里什么也不做 彼得赶紧解释自己现在什么忙都帮不上 现在的他就是一个什么也做不了的普通人 但玛丽简表示彼得想错了 他当才看见了彼得的女朋友凯莉警官在救人 彼得和诺拉顺着玛丽简说的方向看过去 他们看见凯莉警官正在不断逮捕假蜘蛛侠 并且不断拯救那些有危险的平民 现在任何一个平平无奇的路人 都是拥有蜘蛛能力的人 但凯莉警官是唯一一个去帮助他人的人 听到这番话的彼得帕克感觉自己提呼罐顶如雷挂 他顿时明白自己身为一名普通人可以做什么 彼得让玛丽简把摄像机对着他 然后彼得在全网直播的镜头前说道 正在收看这个视频的你肯定知道发生了什么 大量获得蜘蛛能力的人正在摧毁我们的家园 难道身为这个城市居民的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什么也不做 正说着彼得帕克忽然一跃而起 他跳到电线杆上大胆地说道 我是彼得帕克 我也获得了蜘蛛能力 但我不是坏人 我热爱这个城市 而这是一座属于我们的城市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 为了我们热爱的纽约 我们必须战斗 我们今天便是超级英雄 此时在狐狼的秘密基地内 他看到了彼得帕克在网络上豪言壮丽 但狐狼表示不管帕克怎么挣扎都没有用 蜘蛛病毒会继续传播 将会有大量蜘蛛弹射 紧接着狐狼转身开始对被捆绑住的蜘蛛国王进行实验 蜘蛛国王害怕地问这是在干什么 狐狼表示自己这是在往蜘蛛国王的身躯内注入2000个变异蜘蛛的胚胎 视角回到战场上 此时超级英雄们正在和一群假蜘蛛侠们战斗 每一个假蜘蛛侠的战斗力都不容小觑 鹰眼甚至连浪人服都没有穿就进行近身战 就在这时候英雄们纷纷扭头看到了自己从未想过的一件事 那便是一大群获得了蜘蛛能力的平民 在彼得帕克的带领下急速冲向这片战场 他们之中有家庭主妇学生警察厨师消防员 但是现在他们都是为了守护纽约城而战的英雄 他们冲进这堆假蜘蛛侠里面开始分战 凯莉警官看到彼得居然也在其中很惊讶 彼得只好表示自己刚刚获得蜘蛛能力 起码现在彼得帕克再也不用隐藏自己的身份 尽情用自己的真实模样进行战斗 很快夕阳西下 这场战斗持续了一整晚 到了第二天早上战斗才算正式结束 蜘蛛巡逻队正在逮捕这些倒下的假蜘蛛侠 纽约市长詹姆斯来到现场后 惊讶于彼得居然也染上了蜘蛛能力 詹姆斯看着眼前这一大群帮忙解决了这场战斗的英雄和平民 他深深地为这些为了纽约而战的人们感到骄傲 而且还不忘夸赞一下自己的蜘蛛巡逻队 但是这场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为了防止蜘蛛病毒传染出去 现在整个纽约都要进行封锁隔离 现在每一座桥和每一条隧道和海关机场公路全都封锁 任何人不许出去 也不许任何人进入 而这个命令是无限期的 直到能够找到可以治愈蜘蛛病毒的方式为止 在那一场大战之后 整个纽约城都是上下翻飞的蜘蛛人 甚至玛丽简一抬头看上去 都能够看见彼得帕克和凯莉警官在一起当猪丝 甚至当猪丝时还情不自禁地啃个嘴 也不知道玛丽简看到这一幕时心情如何 今天是彼得帕克第一次以真实身份当猪丝来上班 没有人会在意这件事 因为现在人人都是蜘蛛人 不过帕克很担心一件事 既然全纽约都在传播蜘蛛病毒 那是否说明自己可能是传染人吗 彼得一来到地平线实验室内就看见同事趴在墙上 小胖同事惊喜地大喊那位传奇科学家大驾光灵浪 只见出现在实验室内的人正是神奇先生 神奇先生主动和彼得帕克打招呼 他是知道帕克是蜘蛛小的 同事们看到帕克居然和神奇先生认识时都羡慕死了 神奇先生取下一份帕克的DNA样本 然后表示自己再想办法获得更多蜘蛛病毒的DNA 帕克明白神奇先生是想要研制治疗蜘蛛病毒的特效应 他立即毛遂自荐表示自己可以帮忙 但是实验室的博士表示要安排给帕克另一个任务 与此同时在纽约某处 一位大叔正在当珠斯快速逃跑 他大喊着 不要靠近我呀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许多白色的尖锐物扎进身区内 攻击这位大叔的人正是江湖神医反毒液血清 血清的能力可谓是十分特殊 被他扎中的任何人不管身患任何疾病包括必死的绝症 甚至是身区内不正常的超能力基因都将被视为疾病彻底从人体清除掉 因此这位大叔的蜘蛛能力被彻底消除 血清一跃而起离开并大喊自己可是在做好事 他接下来还有整座城的蜘蛛人等着自己治愈呢 高楼上蜘蛛夫人看着血清离开 在他看到的未来里血清将会和毒液有极大的作用 视角来到哈德逊河的桥上 这座桥连接曼哈顿和辛泽西 此时在大桥上蜘蛛博王正在和特种部队以及英雄们战斗 但是他们根本拦不住如此强大的蜘蛛博王 但还好有特殊部队听到了请求支援的消息 而前来支援的人正是完成任务归来后的毒液特工闪电汤普森 此时火焰星已经倒下了 仲利侠在苦苦支撑 仲利侠站起来一拳打在蜘蛛博王脸上 但是立即就被蜘蛛博王按在地上打 蜘蛛博王伸出尖锐的爪子立即就要杀死仲利侠 下一秒毒液特工冲了出来一脚将他踹飞出去 此时闪电汤普森正在用极快的速度攻击着蜘蛛博王 但越是焦急的他越是容易露出破绽 甚至蜘蛛博王将他束缚后就要反杀他 而他之所以这么焦急是因为他的爸爸在医院转 医院中的病人因为蜘蛛病毒事件的破坏正在转移到别的医院 但重症病危的闪电汤普森的爸爸无法随意转移 甚至不知道爸爸能否撑过今晚 因为过于焦急而疏忽大意的汤普森被蜘蛛博王咬住 汤普森赶紧叫毒液一起专注起来干掉这个怪物 在汤普森的指挥下毒液延长共生体摸向手枪 下一秒共生体抓着手枪对着蜘蛛博王的脑袋连去发生 才终于让汤普森的脑袋没被咬烂 闪电汤普森好不容易和蜘蛛博王拉开距离 但蜘蛛博王瞬间冲过去靠近他 来不及躲闪的汤普森被抓住脚踝 紧接着汤普森被抓起来重重砸在一辆坎克上 汤普森被砸得奄奄一息 还好毒液能够治愈汤普森的伤势 蜘蛛博王则是暂时被特种兵的火力吸引 这时候汤普森注意到跪在地上喘气的重磊侠 汤普森赶紧过去扶起了解不多的重磊侠 重磊侠也很惊讶 我一个十五线英雄你咋知道我呢 汤普森表示不重要 说吧把他用力丢到高空中 并大喊 快嗅一下自己的能力 就在这一瞬间蜘蛛国王一跃而起冲向汤普森 而汤普森更是站在原地连躲都没有躲 下一秒重磊侠带着极强的重磊加速饼从高空坠落 伴随巨大的响声直接把蜘蛛国王砸倒在地上 重磊侠狼狈地爬起来 吐槽汤普森的做法也太混淡了 但汤普森向他伸出手并别拥大 因为重磊侠成功打败了蜘蛛国王 重磊侠与汤普森握手 赢得确实不太好意思 下期视频 蜘蛛国王竟然是美国队长 现场产下上千只小蜘蛛 蜘蛛人便易进入下一阶段 满城镜是大蜘蛛 詹姆斯获得蜘蛛能力 和蜘蛛侠双排 最终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各位观众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中留言评论想看哪些故事 就有可能被选中作为制作成下期视频哦 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说出想被爆菜名的菜品 真的很感谢各位观众看完本期视频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和评论留言点赞一键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